歡迎收聽福音清談節目, 浩國昇 在鄂圖曼帝國蘇蘭曼大帝 這個很厲害,文字武功 他打仗也很厲害, 但他好像懂七種語言 以皇帝來說, 他還有時間去學七種語言 他做了甚麼呢? 他下令起了, 將耶路撒冷舊成建圍牆 所以現在我們去到耶路撒冷, 看到圍牆是甚麼呢? 是他起的, 500年前 甚至現在分開甚麼區 四個區 阿拉伯人區, 猶太人區, 亞美利亞區 以及基督徒區 四個區 阿拉伯區是在北邊的 其實有很多KHR人說錯了 就說這個石安運動 以色人回歸, 猶太人回歸 其實就不是英國時代 其實再早的英國時代已經有 所以要搞清楚時間 所以他講了一些活動 但有些時間是搞亂了 記住, 猶太人在甚麼時候已經沒有了國家 公元前五八六已經沒有了 但在歐洲很多時候都受迫害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會說到甚麼呢? 誰殺死耶穌? 猶太人 猶太人 當時審耶穌, 其實羅馬巡虎比拉多已經很聰明了 根據羅馬人的律法, 耶穌是沒有罪的 這些口竊之爭 這些宗教上相爭的東西 其實是罪不至死的 所以他是不想殺他 他查不出這個人有甚麼罪 但是猶太人就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他死 但是他的猶太人是受羅馬統治 他可以在文字上自己管理 但是去到這些刑事 或者是死刑, 猶太人是沒有權負責 所以他一定要不可以靠自己 如果靠自己就不會找比拉多 所以一定要找比拉多 就要逼比拉多出手 因為比拉多是羅馬巡虎身份 才可以下這個命令 因為猶太人就下不了這個命令 殺耶穌 所以要逼他 你不下平令 我就去羅馬那邊 一天捉你的背脊 說一個人自稱猶太人的王 你仍然放縱他 是不是打龍通 背叛羅馬帝國 那麼比拉多面對這樣的指控 就沒辦法了 所以在比拉多 你看回聖經的時候 要判耶穌罪之前要怎樣? 好像江湖片一樣 要金盆洗手 流者二人血的罪不在我 然後猶太人就回答他 什麼呢? 我一代猶太人很聰明 很厲害 豪氣乾雲 說什麼? 流這個人的血的罪 就歸在我們和我們的子孫頭上 那你就大劑了 所以就算自公元前五百六 沒有了國家之後 到了這個時候 也是這樣說 然後到羅馬帝國接受了基督教之後 有些人又慢慢翻起了舊 誰殺死耶穌? 猶太人 那你就死了 所以當時整個歐洲 猶太人也是受迫害的 有些人限制了他們不准做 例如不准做什麼? 不准做公務員 放心不用穿世了 不准做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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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為了可以做什麼? 放財 高利財 所以猶太人在歐洲有很多錢 他做了這些 被人看不起的行業 其實中國以前 舊中國 也是這樣 以前戰國 以前代表的 是甚麼? 士農工商 其實最高地位是甚麼? 讀書人 是嗎? 地位最低是甚麼? 商人 其實有這樣的概念 這些行業是很賺錢 或者是一些賺錢 不是去做這些 但猶太人就是 你做不到這些 就做那些 那就是做一做賤 又怎樣? 有錢 是嗎? 這樣就差了 有錢 但你人數又少 又沒有國家 所以一有衝吹草動 就怎樣? 就當然是賴你 是嗎? 正如你以前 1960年代 排華那些 為甚麼要排你? 排你有好處嗎? 可以甚麼? 可以供你的殘 是嗎? 所以 就是這樣的緣故 在歐洲 很多地方都受迫害 到幾百年之後 開始 他們都融入了 根本你都不認得 他是猶太人 你不說 可能他不知道 所以到現在 現在的猶太人 有很多種 你有白皮膚的猶太人 有黃皮膚的猶太人 黑皮膚也有 去到埃塞俄比亞 也有 如果你今次去到 有些是黑皮膚的猶太人 那些猶太人 那些猶太人 不只是我說 1980年代 大饑荒 以色列找了很多軍機 去救他的兄弟 回來 所以現在有幾十萬的猶太人 是在猶太人 自一百幾幾年開始 記住是一百幾幾 不是一九幾幾 是一百幾幾 比起一些 一般坊間說的KOL 其實是做了幾十年 就開始一個運動 叫什麼 石安主義 最出名的人 待會我給大家看 他們希望就是什麼 建立一個猶太人 為主要民族的國家 既然在那麼多個全世界 當時的歐洲 不要說亞洲 都會周圍被迫害 沒有事就沒有事 拿來祭旗 做代罪羔羊 所以他們說 都是要立國 整個國家 保護自己 最強勁的人 就是這個 Veodor Herz 是現代以色列的國父 一會兒你會看到 以色列立國的時候 在議事廳背後的照片 就是他 當時的英文在這裡 因為他很年輕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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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在世的時候 鼓吹什麼 猶太人復國 所以叫石安主義 猶太民族 猶太民族 有在自己的角度上 恢復自己國家的權利 有很多 記住 那時候他們用什麼 他們在哪裡 在德國 他們說的是德文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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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有自己的口音 所以也是這樣的緣故 所以當時 納粹的時候 捉猶太人 很容易 一聽到那些口音 你就不能離開了 你們有特別的Yiddish 那些口音 所以他寫的書 都是用德文寫的 18961902 一直在說 在第一屆猶太復國會議 有什麼時候 1897 1897 不是現在說的 一九幾幾 英國管治托管的時候 才做的 早幾十年前 已經有這樣的思想 有開了一個會 多不多人嗎 其實也有多 不是隨便烏合之眾 然後 去到哪裡 英國托管時期 這個運動一直在做 為什麼呢 因為打第一次世界大戰 岳頭萬帝國是怎樣 輸了 那從何時開始呢 1917 一個很重要的 記住 第一次世界大戰 是何時到何時呢 1914到1918 現在差不多到了 戰爭尾聲 打到1917 的時候 大戰爭 打進去 當時 就是 這些是什麼人呢 這些是 奧圖文帝國委派的總督 去管那裡 就向英兵投降 拍張照片 不是向高級將領 不是向一些 將軍投降 不是向一些 向沙展投降 嚇到他死 都不知如何好 搞了一段時間 才搞定 拍這些 OK 接著又如何 英軍入城 在哪裏呢 這個位置很重要的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 Phil Marshall 當時英國陸軍最高統帥 他有親自來的 這個位置 如果大家去過聖地遊 都會經過這裏 這裏是約法門 現在這裏 後面這裏 就做了大衛塔保物館 就是這個位置 有去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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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呢 在這幅畫 這裏的後面 可能大家一走著 一上來 就轉右 立即看 都看不到後面 其實呢 就有Alanby的樣子 有這幅畫 當然 這些在Internet 都找得到的 其實很多細節 你知道的 其實很多故事 都聽到 所以我說十個小時 都不夠 現在已經跌遲了 這個活動是很大的 為什麼呢 剛才說過 公元後六百多年 就是什麼呢 阿拉伯人打進去 當然 再過多三百年左右 就到十字軍打過來 有一段時間 都是拿回 但是後面 都輸了 十字軍 自十字軍輸了之後 一、二、幾年之後 輸了 直到 一、九、一、七年 整整 整整 當時是全世界 一個大使 因為 耶路撒冷 即一個基督教的聖地 就是六百七十三年之後 重歸於西方人的手 重歸於基督徒的手 即是當時是一個世界大使 所以阿拉伯人當時也很出名 一來他本身也應該最厲害 是當時大英帝國的六軍元帥 厲害嗎 當時的大英帝國也很厲害 但是 打贏這個奧圖文帝國 其實是用了很多功夫 所以當時也有一個很出名的人物 小說是什麼 羅倫斯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 羅倫斯 有沒有聽過 他拍了很多戲 Pieter Otto 那些 不知道是否拿到莫斯卡 我忘了那套 但無論如何 這句話很傳奇 其實當時為何英國可以打贏 或者西方為何可以打贏 奧圖文帝國 打贏第一次世界大戰 因為奧圖文也是一個很強的對手 只是靠西方部隊打不贏 因為除了奧圖文 還有德國 他們有一邊 那怎樣 當時英國 跟 剛才所說的 奧圖文下面 管治了什麼地區 伊拉克 沙地 約旦 約旦 以色列 敘利亞 黎巴嫩 埃及 記住 以前一批東西 沒有約旦 沒有這些國家 全部都是什麼 類似阿拉伯 有沒有民族 那他又怎樣 就要跟他們說話 如果你幫我一起打 一起反 奧圖文帝國 事成之後 就怎樣 就讓你們立國 立一個泛阿拉伯帝國 就由埃及到現在的伊拉克 這麼大 大不大 很大 我剛才所說的 七、六、七個現代國家 加起來 就是一個什麼 大阿拉伯 所以有很多協議 這些很出名 這些是蔡克斯皮科協定 就是說什麼呢 大家其實已經在說 怎樣分 怎樣瓜分 之後的勢力 敘利亞 安奈特尼亞 安奈特尼亞 哪裏 土耳其 土耳其 南部 敘利亞 伊拉克 摩蘇爾地區 即北邊 尼尼薇那邊 就是哪裏 法國的 敘利亞南部 以及米蘇帕特尼亞 南部 即是巴比倫那邊 南邊 就是哪裏 英國的 其他那裏 黑海東南河岸 畢爾斯普羅斯 길 在伊斯坦堡那裏 北邊 因為整個黑海藍隊廢了 現在臭痱 甚至 matt 尼塞把飛彈局打倒 因為他沒位置 Bots 後方就把土耳其 趕着 那些出海口的博昭布洛斯海峽 但到海峽就不能離開 大約是這樣的分析 總之是怎樣? 大家討論好 所以後來再演變一兩次之後 以色列約旦是做了英國的托管地 敘利亞、黎巴嫩又做了法國的托管地 所以大家現在去黎巴嫩吃東西 有法國菜吃的 很棒的 最大的麥克羅蘭 我吃過這麼大的麥克羅蘭 就在敘利亞吃的 有很多條約 這些我給大家看一看 麥馬雄、侯蔡恩協定 麥馬雄,這個名字是否熟悉? 熟悉 為何那麼熟悉? 啊 嗯? 海魂醬 不是,不單是海魂醬 海魂醬這個名字是否重要 其實麥馬雄除了跟侯蔡恩 即是跟阿拉伯那邊簽了和約 其實還有一條 他另外一樣出名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印度現在這條麥馬雄防線 其實都是英國人的 現在跟中國那邊爭吵 有些死了死了死了 中國印度不是有些爭吵嗎? 那些位置,其實那條線怎麼畫呢? 其實都是那個年代 都是麥馬雄這個人的 所以那條線呢 叫麥馬雄防線 這是一百年前左右的事 他在說什麼呢? 這個麥馬雄本 就是麥馬雄本 就是麥加謝里夫 這個名字很複雜 他的名字就叫做麥加 他的地方在哪裡呢? 做謝里夫 謝里夫的Sheriff呢 就是一些郵長 就是一些統治者 在哪裡做統治者? 什麼呢? 麥加 很重要 為什麼是麥加? 因為呢 剛才一邊說 摩罕默德死了之後 其實他有血液流傳下來的 當時的 奧圖曼 就委派了他們的後人去管哪裏呢? 麥加 所以他們的後人 都去看麥加 現在 所以到英國跟他們談的時候 都找到這些關鍵人 你隨便找到 因為摩罕默德的血液 的緣故 你的身份都怎樣? 高一點 每個人都給你面子 所以他原本是管麥加 就跟他們談判 事成之後 你肯出兵 推翻土耳其 你又怎樣? 承認阿拉伯獨立 從埃及到波斯的阿拉伯國家 是否大? 很大 那又被誰當皇帝? 那當然是給他們 是吧? 但後來這些人 就都 怎樣說呢? 很多的困難之後 結果就去不了 其實被現在的沙地 現在沙地的皇族 就趕了他們走 趕了麥加的猴人走 結果去了哪裡呢? 就去了序里 去了伊拉克 做皇帝 所以其實現在的 和約旦 其實現在的沙地的皇室 那個政府 其實跟上面 是有少許不適合的 和約旦 特別是約旦 因為在序里 和伊拉克 那些 的摩罕默的後人 都被人推翻了 最後 剩下哪裡呢? 剩下約旦 所以約旦現在的皇室 其實大家都是伊斯蘭教徒 但是其實 為什麼這個皇室 要在約旦呢? 就是當年 就是被現在的沙地 的那些族人 趕走了 OK 就這樣吧 有些這樣的協議 所以又怎樣? OK 你答應了我獨立 我又怎樣? 發動了一個叫做 Great Revote 阿拉伯大起義 又摧毀我和文帝國 對阿拉伯世界的統治 記住 大家都是伊斯蘭教 但其實他們人種不同 土耳其那邊是甚麼? 特缺人種 他們是甚麼? 阿拉伯人種 所以就反了他 但是很特別 列強其實都異如我詐 當他們和阿拉伯人 有一個協議的時候 其實他們剛才不是說 他們不是自己 已經談好數嗎? 分了 這部分是你的 這部分是我的 讓別人知道之後 那你怎樣? 國橋抽版 你又答應我又怎樣? 事成之後可以 我們是獨立的 但原來你一早已經分了 那怎樣呢? 所以那族人 哈希米那族人 就不理會 走上去 就敘利亞 自己清王 那當然是誰不肯過他 發覺 一覺氣 是我的 所以把他拔走 就把他拔走去 伊拉克 在伊拉克 到1950年 那族人都被人 政變 推翻了 有些人就走去約旦 所以現在你看到 伊拉克沒有皇帝 聚利亞有沒有? 現在只有哪個皇帝? 約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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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1920年已經打完 了嗎? 第一次大戰 打完了 這次在意大利 聚利亞開會議 同意 瓜分了這些地區 所以 尼班聯聚利亞 就做了 法國的法規 下面 伊斯利約旦 這些就做了 法國的法規 好了 在這些時候 所以全部都是第一次 世界大戰的時候 衍生出來 所以現在 實際上 阿拉伯人 和猶太人 的恩怨 其實就沒有幾千年 幾千年 那些原因 大家都在爭取 哪個祖先 其實他們是同一個祖先 兩邊都認 真正要爭地 就是近些百多年 由石安主義開始 由猶太人回去 就開始 英國人 又和猶太人 又談談了一個協議 這個很出名 這個協議 到現在 以色列人 都拿著這個協議 來說是我立國的原因 這個 是甚麼? 就是一個 著事 他就代表英皇 做了甚麼 在當時 1917年 11月2日 英國內閣正式 宣布包覆宣言 是一些石安主義者 可以在巴勒斯坦 建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 留意 從來沒有說過國家 是國家 國家 或是國家 這個字 英國人的英文 真的要學好一點 不能亂來 即使到現在 今天 如果你看看以色列 正式的名稱 以色列的全名 知道是甚麼嗎? State of Israel 是State 不是國家 不是國家 是國家 1917年 當時 是民族家園 National Home Home 但是 其實 那些猶太人 是很… 你說他精明 是很古惑 其實人家有一個 狀況 但是 他現在 只是強調 自己建國 那件事 你當時的大兄弟國 讓我建國 但他沒有說 後面那一段 其實人家 這個文章 是狀況 是說甚麼 條件是甚麼 不傷害當地 已有民族的權利 但當時的人 可以怎樣 在石安主義 慢慢開始興起的時候 你猜到哪些人 那些人住得多 巴勒斯坦人 是佔多少 90% 是甚麼 其實 要留意 記住一個錯覺 不僅是伊斯蘭教徒 因為 一向 耶路撒冷都是甚麼 都是宗教聖地 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 全部都是那些 所以 其實也有很多 你今時今日去到也是 有很多的 教堂、基督徒、修士 那些不是伊斯蘭教徒 所以當時的人 是甚麼 伊斯蘭教徒 甚至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 大家可能要留意 到今時今日 大約約旦有10%的人口 是基督徒 聚里亞有10%至15% 埃及 伊斯蘭教 整億人口 有10%基督徒 Coptic Christian 10%即是多少 很少 其實不是一個基督徒 是一億 即是多少 一千萬 更多於全香港的人口 是嗎 10%是很少 不過人家的基督徒 一億 黎巴嫩更厲害 黎巴嫩自他立國以來 大約40%是基督徒 在黎巴嫩和敘利亞 基本上 你不能靠看女士有沒有包頭 而決定他是不是伊斯蘭教徒 因為他們連伊斯蘭教徒也不包頭 是自由到這樣 基督徒和伊斯蘭教徒 是可以同一間學校 受教育 是在餐廳 已經可以喝酒 那些酒是隨便買 擺出來賣的 這些東西在沙地和伊朗 是找不到的 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不要忽略了 其實有很大部分的人 是甚麼 是基督徒 或者不是 是非穆斯林 或者是這樣說 所以當時的猶太人 知道多少 10% 這就是Belford Declaration 這些全部有歷史文件 全部找得到 是人家公開的 幾十年後 你找得到這些東西出來的 中文譯法是甚麼呢 得到內閣支持 是贊成猶太在巴勒斯坦 建立一個民族家園 盡力實現這個目標 但要清楚明白它是甚麼 不得有任何行為 可能會傷害已經存在 在巴勒斯坦的非猶太社群 非猶太社群的公民和宗教權利 現在的猶太人 就只是說前面 就沒有說到藍色這部分 其實這個是on condition 一個condition 一個condition是甚麼 非猶太社群的公民和宗教權利 是得到保障的 甚至去到2017年 因為現在的事情都咬了幾十年 1940年立國之後 所以到現在的英國政府 當年 即是六年前 他也怎麼說呢 其實當時的宣言 不僅是被猶太人立國 即是在字面上 就是被猶太人立國 其實他說反過來 你應該反過來看 是在說甚麼 其實這個宣言 是要求保護甚麼 非猶太人社群的政治權利 明白嗎 所以這些英文 真的要很清楚明白 當然 可能這個中文 我未必也能夠 你可以看回英文 即是別人說一件事 不是單單讓你立國 一面倒 其實別人也要說甚麼 這是一個平衡的 是要保護非猶太人社群的政治權利 他們英國政府是甚麼 沒有自由處置巴勒斯坦 而不理會巴勒斯坦居民的議員和利益 其實別人是 你知道英國管理的殖民 你管了幾百年 怎會只是這樣 別人一定是說一個平衡的 不過現在就讓他們 只是說了一邊 就沒有說第二邊 明白嗎 當然 這些所有的事情 在甚麼時候爆出來 這麼多秘密協議 就是1917年甚麼 俄國十月革命 那所有這些協議是怎樣 全都穿了煲 全都見光了 每個人都在吵 猶太人也在吵 阿拉伯人也在吵 原來你幾個列強又怎樣 明顯是跟我們說 原來底下又怎樣 又是自己分開的 所以一開始就很大件事了 結果怎樣呢 兩邊都要享受 怎樣享受呢 其實不能給兩邊 你又說給阿拉伯人 立一個大阿拉伯國家 然後又給猶太人怎樣 做自己的家庭 其實這個是怎樣 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 兩邊都大家見光 就知道解決它 最後呢 就是講了一件事 我們還是要怎樣 就好像現在說的 就開始要想甚麼 一個地方就怎樣 兩個國家 要不然你要怎樣調和 對嗎 這樣就這樣吧 快點 這些當時有了 需要有了所有的 這些文件都公開了 100年後 大家找了全部 當然這些 這些是怎樣 當然 這些是怎樣 當然是怎樣 它原本有沒有 原本就是一無所有的 沒有的 是不是 現在有又怎樣 當然是好處 所以當時就是這樣分 整個大約就是這樣 你看看香港人口 穆斯林多還是猶太人多 穆斯林是75%左右 猶太人呢 13% 1922年 大家到了1946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就覺得 在歐洲都到處 被人居住之後 發覺還是要找一個地方 自己的立法 所以 當然 去到穆斯林 去到這裡 二十多年後 都是誰多 都是穆斯林 但是 你看看 比例已經由多少 變成多少 很接近 很接近 你這個由13%變成多少 33% 差不多三倍 這個 四分三 就變成了 只剩一半 當然 一個地方 這樣住 住了兩批這樣的人 結果就會怎樣 就是你從香港 戰後一百萬人不夠 到我小時候四百萬 到現在多少 七百多萬 就越住 越迫 磨擦也越多 當時大英帝國 嘗試控制 猶太人移民人口 因為 會傷害到 已經住在這裡的人 而且 其實它沒有所謂 只要你沒事 不過有沒有事 有 兩邊都越來越多人 有很多的暴動 所以英國當時嘗試 他們研究過一些政策 之後 發覺很多都是由猶太人引起 他們的移民 令到負責太大 那一次就嘗試限制移民數目 但是猶太人就不理會 不理會 不理會 特別是戰後 哇 周圍都被人居了 那又怎樣 當然是回到孤島 所以就一船一船回去 甚至怎樣 因為它之前離散過很多地方 反而以前的離散是很慘的 但是變成近代 反而有很大的支持力 為什麼它可以立國呢 為什麼有一個Belfort decoration 就是因為很多猶太人 很多人在科技 或者在錢財上 變成一個很影響力的人 所以可以影響到 其他國家的政策 直至今時今日也是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 為什麼現在美國 要不支持以色列 其實不是美國人支持以色列 而是美國裏面那些 那些猶太人厲害 那些金主 是吧 所以也需要影響 所以當時 其實有很多人 有很多運動 在歐洲 在美國 叫人捐錢 回去 幫 移民局 回去的猶太人 所以有很多這樣的運動 捐錢 當然 反過來 有些 阿拉伯人那邊 也有這樣的 那些錢又怎樣 那些錢又眼開 那你肯買我的地 我又怎樣 我就賣 其實想想 如果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一百人賣地 其實他永遠是怎樣 租的 是沒得吵的 但是怎樣 那有人肯出高價又怎樣 那就賣 那賣一下賣一下又怎樣 賣到去到一個時候 到你發覺有問題 就已經怎樣 已經太遲了 所以這裏 其實就是 說的是 拉比 哪個拉比 你一看就看到 拉比 那些是那些契約 那些地契 就是那些阿拉伯人 賣給他們 所以你又不能完全說 它是搶的 有些真是甚麼 真是賣 真是賣 但是賣一下又怎樣 開始又怎樣 太多人 迫在一起 那又怎樣 有些阿拉伯人又抗議 你答應了是給我的 說好了 給我建國 所以有很多甚麼 這些暴動 那又怎樣 當然是打你 那便授誘猶太人的會堂 這些先說 大家留意 幾十年前 大家看看死傷數目 是多少 大約是一比一的 OK 好了 那接著 阿拉伯人那邊又要求甚麼 喂 你答應過我的又怎樣 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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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 你答應過我的 好了 他講了甚麼 他要求甚麼 不是一個 Jewish day Arabs would not be subordinate to Jews 應該是甚麼 平起平坐 以近代來計 我在這裡住了幾百年 是嗎 是這樣的 OK 所以當時 一些英國人 因為當時是British mandate 他在說甚麼 即是 the white paper affirm the right to Jewish immigration OK 你猶太人可以移民回去 不過是怎樣 subject to甚麼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absorptive capacity 你不可以影響到別人 當然 他不斷有暴動 起義 然後 1929 那些猶太人就離開 始終是他們人多還是人少 少 少 在這裡打 那又是 掃除了甚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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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墓地 等等 但當時的人很聰明 他們懂得分 都記錄了 要動哪些 不動哪些 記錄了十字架 這些是甚麼 基督徒 你不要搞他們 因為他們的敵人是甚麼 Muslim的敵人 是 猶太 那些猶太人 那你無端端 你不要搞這些 是不是 所以分得很清 OK 你留意一下 去到這裡的時候 192幾 193幾 大家雙方的死亡人數是怎樣 差不多 即是早期的時候 在100年前 90年前 但是開始 因為 阿拉伯人 要求自己獨立 英國其實是不好想的 所以他們 某程度 他們是會偏袒 猶太人 因為猶太人 也被迫害 也是少數 其實英國人在那邊 也是少數 他們靠用少數 統治多數 所以 他們是會偏幫猶太人 這裏是甚麼 這裏代表 就是當時 被人控告 你暴動後 當然是拘捕 拘捕後 英國人都很按照這些程序 左手面的數字 在拘捕上 是拘捕的數字 後面的數字 是定罪的數字 你看到 猶太人被人控告謀殺 70個 只有多少個定罪呢 2個 100人呢 124個 有55個 即是差不多一半 猶太人那邊呢 幾個百分比 你看到一個差別嗎 甚至最輕微罪陷較輕的 21天 即是 哪個被人控告 100人 100人多些 這樣 這些 抗議 這些就是婦女的抗議 他們都很聰明 不單是男人 我女人去抗議 小朋友 動不了 這些策略 到現在都在用 所以現在去到聖殿山 旅行 不是保證 你一定可以看得到所有事情 經常有人在抗議 今次呢 我幾年前都見過 疫情前 見過一次 是一群大媽 包著頭 揹著個袋 全部是女人 就在抗議幾十個 但你又不能動 因為第一 她是女人 她又沒有武器 她是抗議的喊口號 還有幾十個鏡頭 拍攝你 那些人不能動 就是用這些策略 沒有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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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結束 即是要你英國人 怎樣 走 甚至呢 當時的卡通 都很代表 這些政治漫畫 是甚麼 Don't be afraid I will swallow you peacefully 即是英國人 會幫猶太人怎樣 即是英國人 會幫猶太人怎樣 慢慢抗議 很平靜的 這樣抗議 所以 有一個Great Revolt 阿拉伯人 1936到1939 就是要脫離英國的統治 當然 他們在這裏 有槍有彈 在那邊 真是暴亂 自然 英國人也會重用 猶太人 幫他們 幫他們保衛 所以 他們都給了很多武器 等等 你們看 數字差很遠 剛才 十幾二十年 都是多少 一比一 大家看看這幾年 是多少 三百和五千 十倍以上 十七倍 是吧 開始亂來 當然 英國 猶太人那邊 最好是趁亂 每個人都拿來 還有記住 第二次大戰後 英國都打到殘 這個大兄帝國都已經 分崩離析 沒有了 由一流 帝國變成二三流 他都沒有力 去控制巴勒斯坦地 你兩邊的人 都會這樣吵 所以最後 怎樣 他交不來 交給甚麼 不是美國 美國都交給聯合國 那又怎樣 所以他之前有很多 開會 大家一起開會 英國佬自己都決定甚麼 結尾 不搞了 你托給我 我都沒有力 去管治 那 接著 就要談分治 結果又怎樣 阿拉伯人 就 解釋 猶太人 都解釋 英國搞不定 那又怎樣 代表問題 聯合國的問題 聯合國的問題 接著 就搞了 所以在19470年5月 阿拉伯人 以色列立在1948年 其實已經怎樣 差不多一年左右 結果是做了甚麼 就是 他決定現在的兩國論 其實就是由現在開始的 分治方案就是 同一個地方 你兩個租客 不要吵 怎樣 怎樣 一人一半 差不多一人一半 即不是五十五十 而是四十七五十三 一半 一半 那麼猶太人 有人贊不贊成 贊成 贊成 猶太人贊成 為甚麼 他二千年來都是多少 是零的 現在你給我一半 我都怎樣 我當然是祭 是不是 我由零跳到五十 但是阿拉伯人 就不贊成 因為我已經住了幾百年 你現在突然間要我怎樣 一半出來給人 我當然是不贊成 所以 現在打輸了 打了幾次 中東戰爭輸了 阿拉伯人又再拿了兩國分治方案 這次就是猶太人不贊成 他說當年是甚麼 是你不贊成 你不贊成 你不贊成 我當然就打了 打了你又輸 即是你輸 打贏要 如果你打贏了 我便沒有了 但是你打輸了 幾次都打輸了 現在才說 不如一人一半 我當然不贊成 我都吃了一半 是不是要我偶關出來 所以 這是一個歷史因素 以色列人的角度 就是 有能者居子 我打贏 我打贏 我怎樣要給你 你這麼厲害 你便打贏我 是吧 但當時來計算 他接受的 因為他當時是由零 二千年來都沒有 變成有 你給三成他都制 而何況是五成 那便更加好 所以這個分治方案 當年就是 1947年9月的時候 就是 猶太人接受 阿拉伯人不接受 那是怎樣呢 這個很重要 現在很多KOL 都說了一百一號議案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決議 就是什麼 記住 那時已經在1947年尾 1947年11月29日尾 就說幾個月後又怎樣 英國撤出管治 將會建立兩個國家 這兩個國家 就在1948年10月1日正式成立 那大約是多少呢 阿拉伯人就佔43% 在那地方住 72萬和1萬人都好 所以阿拉伯人佔絕大部分 以色列那邊的國家 佔57% 人口裡面是40% 到50% 都差不多 所以 阿拉伯人的 人口是怎樣 是多很多的 是不是 不過 你問 為何這麼好處 為何 我覺得43人 有57% 那麼多 穿不穿不穿 一會兒 你看看地圖就知道 為何57% 其實有些很大的部分 是沒有用的 然後 猶豫撒冷 最熱的題目 燙手珊瑚 兩邊都不給 仍然是聯合國管 大家沒有得爭 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 大家去到以色列都知道 他給57% 是不是多了很多 但其實很多是沒有用的 因為這些是甚麼 沙漠 沙漠 我給你沙漠 有甚麼用 所以 巴克斯太人 反過來 上面這些是比較負處 雨水也比較多 有加利利湖 有淡水之類的 當然 這個方案最後的結果是甚麼 以色列人 要 阿拉伯人 不要 吳濟 吳濟 所以吳濟又怎樣 以色列人都等不及 等不及 等不及 10月1日 他到5月14日 旁晚就怎樣 就已經宣布立國 自己決定了 他都不等 英國人也不理你 他都不理你 他都不理你 你兩大堆人 應該打到殘 所以他都不閒 所以他都不閒 所以5月14日立國 宣布立國宣言 5月15日又怎樣 就已經打了 第一次中間戰爭 在爆發了 記不記得這個嗎 在5月14日晚在宣布立國的時候 仍然擺了他一張照片 這是現代以色列之父 這就是獨立宣言 希望返回故土 重新獲得自由 所以到5月15日就怎樣 打吧 東南北三面都打他 西面是海來的 所以有些人說笑 以色列人是不會教他的後代游泳 因為懂游泳是走路 你不懂游泳 即是抱苦沉舟 因為三面都是怎樣 被人圍住的 當然 林布蘭在這裡打 最後又怎樣 他打贏了 又可以叫做打輸了 他打贏了 他獨立了 但是他輸了又怎樣 約旦那時候就打了過來 所以這件叫West Bank 為什麼叫West Bank 西岸就是約旦河的西岸 約旦河是誰 約旦河是東面的 之後又打了過來 就立了西岸地區 以及加沙的約武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這兩個地方都是什麼 不是以色列的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戰爭 一直打 直至什麼時候 1948 其實到1950多都打過一次 不過那次嚴格不是打這些 1950多的時候 其實就是想打蘇伊士運河 因為埃及宣佈獨立要收回國有 法國、英國那些當然不行 一直收錢 一直賺錢 就想打回埃及 但是以色列又乘機 想打下去 但是被美國佬喝著 竟然下面 不經過我 不問過我 就在這裏 自己在這裏搞事 所以是美國按住了 要他們退兵的 所以那次 不是關於耳巴的事 然後1960多年 就反過來 這次打得很漂亮 以色列一日之內 就好像現在這次 就好像巴克斯坦一樣 一日之內就搞定 主動攻擊 搞定了幾個國家的空軍 掃光人家的空軍 又怎樣呢 那些陸軍都死了 沒有空中掩護 打到埃及當時 非洲強國 所有飛機 都要馬上飛去 落屬阿斯王 那邊 以色列的飛機 飛不了那麼遠 在那邊躲起來 就剩下那些 如果不然 在北邊全部被人打了 所以六日戰爭 以色列就偷襲 打贏了很多人 這是第一次 剛才所說的1948 是甚麼 他是 弱彈 就打了過來 拿了西岸 所以就佔據了東耶路撒冷 當時的耶路撒冷 分開兩邊 東西耶路撒冷 直至1967 他就以色列騎兵 一天搞定 情報做得很好 知道你幾時換班 知道你幾時換班 全都是低飛 就掃了埃及當時最強的國家 即阿拉伯國家最強的空軍 掃了他 然後就打 所以他就打贏了甚麼 打贏了埃及 敘班亂約彈 很大的擴張 亦都第一次 自公元前586之後 2000年來第一次 真的可以踏足到哪裏 聖殿山 哭牆 如果大家認識 他們在東邊的橄欖山 看過聖殿山 看見甚麼 這樣是清真寺 然後怎樣 2000年後 真的可以怎樣 其實這幾張照片 很經典 2000年來以色列人 第一次可以怎樣 回去哭牆 是否重要 哭牆的地位 真的不能取代 這些東西 所以以色列人 從1967之後 自公元前586 到1967 就立了這邊 東耶路撒冷 所以由關節開始 東西耶路撒冷 從歸入以色列人的首 是耶路撒冷 所以也一直下來 說哪裏是以色列的首都 耶路撒冷 好 OK